第十四题 紫豪玉配置0.1大M的氢氧化钠水溶液500毫升 下列操作合者正确 原子量氢等于1氧等于16钠等于23 我们晓得上课时候教过 如果我要配置的溶液1公升 需要溶值1磨40公克 那我们就要取1磨40公克的溶值 然后先加一些水溶底掉之后 再慢慢的加水加到我所需要的1公升 所以题目里的只有选项B跟选项猪是对的 他们才是加少量的水溶解之后 最后才加到我所需要的体积500毫升 但是我们到底需要几磨或者几公克呢 我们晓得磨浓度等于体积分之磨 我们体积要用公升做单位 现在呢我需要的是0.1大M 然后有500毫升0.5公升 所以呢他需要几磨呢 他就需要0.05磨 那么0.05磨是几公克呢 只要我们晓得磨呢就是质量 去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我们的NaOH氢氧化钠 我们的钠的原子量23 氧的原子量16 氢的原子量是1 加起来是40 所以我的分子量是40 那我要0.05磨 那分子量40 那我的质量是多少呢 质量呢就是所谓的2公克 那么所以呢我需要找2公克的氢氧化钠 也就是0.05磨加少量水溶解之后 再加水到体积是500毫升 因此我们知道选项B是对的 第14题问我们说下列操作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取0.05磨的氢氧化钠固体 加少量水溶解 再加水至总体积等于500毫升 接着 9.06磨的氢氧化钠固体